大家好 這段視頻是要跟大家解說這個 教你如何設置這個Windows 10的這個 PPPoE的這個頻寬的一個連線上網 然後聲音這邊調一下然後最大這個G20P 寬貨全螢幕觀看 然後可以點一下訂閱還有 這個 就是一些文字還有連結還有圖片的一些說明 這個教學網址 我把它貼在註解這邊大家可以點一下就可以來到這個網址 那一般那個我們申請那個HINET光世代就是他那個HINET的 的人員安裝好之後我們那個電腦 就可以開機自動就能上網 那原則上是不太需要用到這個PPPoE的 的上網方式 那有幾種狀況會用到啊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用這個BT的這個B2P軟體 比如這個Bitcomat 比特匯星或者是QBT Torrent 或者是email 或者是email 電鋁 電鋁啊 那如果你是純粹用來下載 你不上傳只是用來下載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不需要 不需要用了 因為我自己有去比較過啊 呃 就是說他這個熱門的那種 的BT融子 都滿檔啊 幾乎都滿數 因為上傳的人很多 下載的人也很多 就是一下子就下載完了 但是熱門的那一種種子有沒有就是 可能不到10個的那一種啊 你那個掛在掛在久有沒有 永遠都下不完就一直卡在那裡 卡很久 那一種 那個你有沒有用這個PPPoE連線啊 那個根本沒有查看不出來 那個效果看不出來 所以說 不需要用到這個PPoE連線 的用來BT下載也是OK啊 但是還有一種情況是要用到就是說 呃你是那個做那個BT種子的 就是製作這個Torrent的種子檔 做資源分享的那個人啊 你就是 呃用這個 BT comment 或者是 QBT Torrent 然後製作一個Torrent的種子檔出來 然後分享資源 的話那個會遇到一種情況就是說 呃別人啊 外面的電腦一直找不到你的電腦 然後你就一直無法上傳你的那個下載人數會 呃一直卡在0 還有就是說 那個上傳的KB數也是卡在0 就是沒有人可以下載 這問題就是說 呃因為我們現在的那個 小烏龜數據機它是內建那個 IP分享器跟 那個無線IP啊所以說 呃 其實它那個IP分享器就是說一個防火牆 它會 擋掉這樣子 那麼的話你就要用這個 有兩個處理方式啊 第一個就是說 呃你要對這個 那個數據機做一個硬體的那個 就是說它一個內部的一個設定啊 那這個你要用那個 Google去查一下那個型號 然後設一下那個 192.168點 多少多少就是一個 內網的一個IP的 一個設置 就是說別人連進你的那個IP 它是直接對應到你的電腦 的一個設置 啊如果你對這個一些設置不熟的話 那你再改用這個 我這一篇解說的這個PPPoE的方式 上網 這樣子 它的意思就是說 鎖一個IP在你的電腦上 這樣的話外面的電腦一定找得到你的電腦 好 是這樣子 是 這樣 它意思是說PPPoE 的 屏那個 寬屏連線上網 它的意思是說鎖一個IP在你的電腦上 那外面的電腦一定就是說 找得到你的電腦 這是這一種才需要啊 就是說你是在 做那個資源分享的人 才需要 做這個 步驟 就是說你對這個 注意機的一個 那個 那個內網的那個設定不熟的話 再用這個改用這個方式 也可以 啊但是你純粹用來下載的話就 不太需要了 因為我有試過就是說 很多 都OK啊 就是說可以下載一樣 就是說像我剛才說的這樣子 都 那個熱門總值就是說那個百人啊 以上啊幾乎都是 一下就下載完了 但是冷門總值就是 你有沒有用這個 BPPOE上網這個根本沒有什麼差這樣子 好 那還有一種狀況就是說 這個 你用這個Wamp server之類的 架佔軟體啊 就是 那個用自己的電腦來架佔 個人電腦來架佔 這樣子 那 這邊我也 我有說啦 就是說 呃這個只是說你用自己電腦架佔只是用在初期啊 呃大部分是了解一下架佔的流程啊 才會去用到啦 因為 這個電腦24小時開著是 廢電然後 對那個 硬碟的磨損其實也不小啊 硬碟的磨損 然後也會占到屏那個頻寬 你一邊開戰又一邊上網或下載東西 會卡住了 然後還有一個重要的利用就是說 資料也不予保存 因為那個一般的那個豬用主義機它是跑那個 RAID 就是至少兩顆硬碟 甚至三顆硬碟再保存資料 就是說你一顆硬碟那個資料掛掉 他會把你拉出來 再換上新的 硬碟 這樣子進去 那兩顆硬碟是 都是保存那個 一樣的資料 就是不用擔心那個 硬碟隔屁的這個問題啊 就掛掉這個問題 你的資料 就是會永遠的保存住 不用擔心去 掛掉 這是豬用主機 啊我們一般的電腦大部分是不會跑RAID 就是 一個SSD或者是跟一個 配上一個 硬碟這樣子 那你這個硬碟掛掉 你的資料就 就隔屁就完全沒了這樣子 多年的心血就沒了 那 這個是 這個WAMP Server是用在說 我們初期練習一下要怎麼 駕站然後 的一個流程 還有就是說 我們測試一下那個一些 譬如那個 DG那個論壇或者是那個 WP的一個博格 那一套程式啊 就是 Wordpress 那一套 或 Discard 這個 論壇 他的插件 他風格 用來測試一下這樣子 他的用途在這裡 那你今天你是要 駕站初期練習的話 你安裝好之後 然後也會有一個問題出來 就是外面的電腦 也會找不到你的電腦 那處理的方式跟上面一樣 那你就是要 去查一下你那個數據機的型號 然後對那個你的那個數據機做一下那個內網的設定 就是外面的人連進你這個IP 他會直接對應到你的電腦的 哪個IP這樣子 那你如果對那個不熟的話也不會設 那麼你就直接用這個 PVPOE 連線的上網方式 他的意思就是說鎖一個IP在你的電腦上 這樣外面的電腦才會找得到你的電腦這樣子 並觀看你的網站 那為什麼說 呃我們不 不 這個後面再提喔 那你如果是問XP 7.1 呃 再來是設置的部分 還有8.1就看參考一下這一篇 我這個很久以前提過的 那問X的話就是說雷同啦 就參考一下這邊 那要怎麼進那個傳統控制台點這一顆 再來就是到這個控制台這裡 然後切成這個小圖示啦這邊切成小圖示然後點這個 這一顆 網路和共用 重心點一下 然後這邊點一下這個新的 設定新的連線連線到網際網路 然後下一步 然後仍然設定新的連線 有沒有 設定新的連線 然後這邊 因為我這裡已經建立了 如果你沒有建立的話 就點這一顆 它會出現一個那個 平寬的PPOE就點一下 這樣子 然後它會出現一個選項 選單這一項 然後你輸入那個 HINET的HN帳號 就是 那個 用戶識別號 然後後面記得加上一個 這個我們叫小老鼠 然後HINET.NET 然後就參考一下這張圖 然後再來輸入密碼 然後密碼要打勾 然後再來是連線的名稱 那你這個 它一次使用這個 寬屏連線 你可以前面加上一個 HINET 你可以點一下這個圖 放大觀看 OK後再點擊連線 然後它會開始查找 然後大概 幾十秒 幾十秒之後 那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就點關閉 這樣就可以了 那要怎麼使用 就是點這邊 這個 下面右下角的這個 這個網際網路的這個icon圖標 這一顆 然後它會出現有這個 我這邊把它取消掉 應該是會出現一個這個 因為我剛才是 喔這邊來了 有了 剛才那個可能 我這邊剛才那個取消掉 就沒有 然後點一下這一顆 就是HINET 字頻寬連線 我現在是沒有 我現在就是一般用 就是電腦開機這種 就上網 我沒有在用PPPOE 那個是現在是比較少在用 這樣 那 就是你這邊點一下 再用這一顆 它就點了 它就自動開始 連線 點進來會連到一個這個 再次到這邊來 然後再點一下這一顆 然後再點一下連線 這樣就好了 然後再點一下這一顆的時候 它會出現那個 會連線 它會自動切過來 它會自動切過來變成這個 會變成連線 這樣子 OK 然後你要怎麼查看那個 我後面忘記講 就是開啟這個 網路中心之後有一個那個 啊我這邊忘記講 我到時候後面再補一下 先暫停一下 這個 查看那個你的那個 自我IP 我這邊到時候再補一篇 就是 那個那個時候沒 就是Key1的時候 現在才想到 到時候我在這邊再補一個連結 怎麼查看那個 自我IP 就是你 電腦當前的IP 這樣 那這邊的 配注就是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前面說過 那這個也可以看一下 這樣子 那我現在說的是這個 PPPoE連線有 三個缺點 因為PPPoE連線 它這個是 比較 就是比較 早期的方式 就是啊 然後它的安全性比較低 就是說很久以前那個有 有一個在Windows XP有個疾風病毒就是這樣來的 它 但是現在是不會有了 還有 Windows XP 它是 在它的那個版本 它是有鎖 那個 你的電腦最大 只能 10個IP 在互聯 這樣子 那你如果是要用P2P你要把它改成500 300或500 要不然你會沒有下來速度 它就是這個問題 它就是別人會 它有一種那個 不斷的在跟你測那個IP的一種軟體啊 它會 進行一個攻擊 這樣子 不太好 那現在的話就是 那個我們只要有 連線的訊號 它就是直接在那個 連到那個 數據機 的IP分享器裡面 然後我們是我們的電腦是直接弄到那個 數據機的IP分享器 上面 那 IP分享器其實也算一種防火牆啊 就是別人一連進來看不到後面的 看不到後面數據機後面的電腦 它是譬如是只有像這種 瀏覽器啊 線上遊戲雙向的這一種 它才找得到 那個IP分享器後面的電腦 它如果只是單向連錄的 是看不到 所以說 前面才會有所有這種問題 就是說這個 你在上傳的話 還有是你駕站別人找不到你的電腦 是這樣子的 一個狀況 但是好處就是說安全性會比較高啊 那個安全性會比較高這樣子 那你 只有 大概只有這兩種狀況 剛才說這兩種狀況 才需要用到PPPOE啊 要不然其實是不太需要 用到這個PPPOE連線 然後再來是 第二個 就是說 IP數量不足嘛 你一台電腦綁一個IP 會提高作用成本啊 因為現在你 一般家裡就是那個 好幾台電腦 還有 包含你手機啊 啊但是那個 現在數據機 是 大部分是 放在那個數據盒裡面啦 你要自己 另外再簽一個那個 無線AP的 買一台無線AP出來 然後你才能供那個 手機使用 這樣 要不然那個訊號會很差 放在數據盒裡面 怎麼訊號會好 你可能要自己另外再簽一個那個 無線的AP出來 那個你的手機才能 訊號才會好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說 PPPOE它這個 不支援那個 多工多核心啊 所以說你綁一個IP 在你電腦上它是直跑 那個 單核心啊 支援這個多工多核心 這樣子 好OK 那麼這段視頻就 結束到這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此段視頻 謝謝大家